很多人都有掉悠遊卡的經驗 但你知道嗎 你遺失的卡片 如果被別人撿走 拿去租借U-Bike 你依然可以從手機的APP 追蹤到對方的記錄 雖然卡片已經不在手 卻能看到實獲者所有蹤跡 有網友在Dcard上澎文 表示自己追蹤遺失卡片一年 幻想對方是學生或上班族 甚至發現對方生活圈 離他越來越近 讓他考慮要不要找對方碰面 但又擔心自己的行為 是不是有點像跟蹤對方 原本要卡所有全人 是可以看著這個悠遊卡的刷卡記錄 知道這個盜用他悠遊卡的人 本身的行蹤 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不會構成妨礙秘密罪的 而不少網友看了直呼有點浪漫 難道是現代月老牽紅線 也有人提醒 他偷了你的悠遊卡 甚至建議他報警 律師表示對方確實有構成侵占遺失物 U-Bike公司也建議應該要刪卡 如果您的卡片遺失 那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請您到我們的官網 或是APP上面來 讓這個卡片的資料做一個刪除 免得被別人拿去使用 事實上之前就發生有民眾卡片遺失 遭人撿去借車未還 結果遭到求償9000元 而實名註冊的悠遊卡 也綁定一些個資 建議民眾最好還是報警 停卡避免節外生枝 記者黃亦凡 陳志庚 台北報導